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欲游未尽 在创作的当下且能开发活化思维 而当作品完成时带来无比的惊喜与欢乐 也会让自己很有成就感 希望借由这次线上展演示范教学 让热爱画画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涂鸦带来的喜悦 现在就请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一起来玩 粉蜡笔首推画 粉蜡笔推画的特色有别与一般画笔技法 简单易学容易上手 作品亮丽缤纷 装装后可于桌面或墙面布置 美化居家环境 现在就让我为大家示范粉蜡笔首推画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所用的材料是 粉蜡笔这是20色的 然后再来就是16k的树苗本 再来我们可能待会手会脏会用到狮子巾还有面纸 首先我们拿粉蜡色的粉蜡笔 那我今天要教大家是手推画 所以我们的粉蜡笔我会把它折断 16k的树苗本首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构图 我们把它分三分之一大概的画一条线 三分之一就是海面 三分之二以上就是天空 就用这个粉蜡笔我们从左边上面 就这样很随性的涂压 那涂的时候可以上下左右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往有时候深一点有时候淡一点 那再来我想用蓝色的 一样我们就刚刚的方式 我们用二分之一把它折断 将刚刚粉红色重点一部分 然后往右边 然后有的地方深一点 有的地方浅一点 接着我们可以用紫色的 就是今天用的方式是手推画 所以我教大家用握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平推 最主要就是我们要重叠一部分 像刚刚蓝色重叠粉红色 现在紫色重叠一部分的蓝色 那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一些浅色的 所以现在我要用的是白色的粉蜡笔 我们全部在叠白色的一些粉蜡笔 它是有蜡 那加上我们的手的力道跟温度 现在我要让它等于我们在这张纸上直接调色 那我们现在主要的步骤就是让它叠色 在这张纸上调色 好了之后 因为我刚刚有调白色 所以现在质感会比较好 那最后一次我们可以看颜色的变化 比如说我觉得粉红色这边要再亮丽一点 就要再补一些 所以这样子层层叠叠叠之后呢 颜色就比较亮丽 那我把这种画法丢到三明治叠色法 好了之后 我们可能在中间的部分加一些云朵 所以可以再把白色的调多一点 那如果颜色的色块太像这边有线条太明显 我们就可以用轻轻的涂 涂抹让颜色柔和一点 好那我这边再做一点云朵 那我们就可以用钻的方式 所以今天教的方式是用涂抹推揉 那接着呢 底下我们可以把白色再往下晕开 这样之后呢 底下我这边想做一点亮光 所以用柠檬黄轻轻的涂上一些颜色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这一部分 我可能就用白色的再把它晕染 再把那个线条再涂抹 让它均匀一点 那我们就是运用涂抹推揉 刚刚颜色涂上去 再把它抹开来 那我们的天空现在已经大部分快完成了 底下我们要做海面 那一样我们要晕染一些 比如说上面的颜色我们要灰映在海面上 所以呢我这边白色涂了一些之后 我再加一点点黄色的 那因为刚刚我有用粉红色做海面上这一条线 所以这边我可能要用一些白色的涂抹上来 让它的那个刚刚的颜色淡化一点 接着这样有比较不明显了嘛 那再来我们就是要灰映上面天空的颜色 比如说这边有粉红色一样 我们从左边涂抹过来 现在的彩度没有很亮嘛 那我们待会一样我们先加 刚刚的三明治叠色法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就把白色再重复 涂抹一次 让颜色比较柔和 那让线条也比较不明显 那我们这样子做完之后 一样我们就用我们手的力道 把颜色让它均匀调色在一起 那好了之后我们要让它这个亮度彩度更增加 那我们一样再修饰一下 那好了之后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些 就是做一些水泼 那一样你就可以这样立起来 画一些线条 那这边我可能远方这边右边的三分之二的地方 我可能种一些远方的像远方的树 那我们可以用上面的黄绿色先叠一些 那我们就在这边画一些远方的树 那我们可能淡淡的 那因为这是黄绿色 我们这边颜色还有一个绿色 大概类似这样 那因为我要让它灰映就是有点倒影 所以这边好了之后 在海面上我们也可以涂一些 那我们这边在海面上这边 我们可以加一个更深的颜色 可能我们就用黑色的 等于在那个陆地 那我们用一点黑色的 海面上跟陆上 我们就用手 用垂直的方式往下拉 让它感觉有萌萌的 好像在水中的感觉 好了之后我可能用白色的画一些水泼 再加强一下 那这边水中我可能给它加三颗石头 那这三颗石头我希望它有大小 高低 然后聚散 所以我可能大概在这边二分 三分之一的二分之一 这边我加一颗 比如我要让它有大小 这一颗可能比较小一点 然后聚散 所以我这边可能一颗大 再一颗小一点 那画好之后我要让石头感觉是在水中 所以我的手应该跟刚刚一样往下拉 我们把三颗石头都这样往下拉 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拿出白色的 那我们在水那个 石头的二分之一打那个水泼 那它感觉在水中的样子 这样就会感觉有三颗石头在水中 那再来这边我可能会做一些宝花 我们可以用那个刚刚的墨绿色在这边涂抹 大概有一个三角形的概念这一块 所以这个区域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小草 我们还有这个深蓝色 我们可以一样让它变化多一点 那这就有区别刚刚的颜色 我们近一点可能颜色就深一点 尽量让两个颜色有重叠一部分 那我们也可以让这边再深一点 我们加一点黑色的 那三个颜色就有揉合在一起 利用我们手的温度还有力道 揉一揉转在一起 再来呢我要种两颗椰子树 那我们就用黑色的好了 那可能一开始你会怕说 黑色颜色太深 那画树干可能画不好 那我们先用肤色的好了 我们先来做树干的构图 那我们就先画一下 第一颗我可能把它定位在这里 那第二颗我可能会低一点 一样大小高低 那如果觉得这样的树干是OK的 那我们就大胆的用黑色的 跟着刚刚的树干可以描 让树干底下可能会粗一点 那我们就再涂抹一下 让它粗一点 我希望说有一点点颜色的变化好 那我这边可能再用肤色的 再叠色一点点 我们这时候呢我们画树叶 一样我们可以用刚刚的墨绿色 那我们就顺着树干这边这个点 我们就用左右用像扇子的形状 左右的画六片叶子好了 那这样子墨绿色好了之后 我希望颜色变化多一点 我可以用刚刚的蓝再重叠 好了之后我可能加纯黄 那这我们让它层次多一点 那我就从这个中心点一样 我们可以做一个 让它颜色有点变化这样子 那我们大颗的椰子树化好了 一样小颗的刚刚方法是一样的 那我这一次我用比较浅的黄绿色 我们用点力量让它这样子颜色上去之后 我们再加深一点的颜色 那我现在用墨绿色 这样好了之后一样我们刚刚加一点黑色的 最后我们就用那个纯黄 再加一下中间的颜色 再就是这边底下的小草啊 我可以再用黄色的让它涂抹 让银色变化一点 旁边再晕开一些 好那这样的水草就比较自然了 那我们可以用刚刚的 粉红色还有这个黄色 我们在上面点一些像草花 那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它一样 有一些重复点在一起 那有时候我们可以跳跃式的往旁边 那有大小聚散重叠在一起 那像这一边可能比较远方 我们就可以点好之后 再把它用手去抹一抹 让它就是有点前后的感觉 颜色有色差 那我可以用粉红色一样 重叠一部分 然后有的跳开一点点 有的在水面上 好了之后呢 那我们可能在这边有一些草花 让它当作是在像石头一样在水中 我们可以这样子画过来 那刚刚有一些草花等于底下的倒影 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能再加两支燕子 那一样我们就拿出黑色的 那我们就用比较尖的那一面 拿斜斜的 我们可以在这边 一支大一点的一支小一点 那一支就像V字形这样子小一点 那上一下大小高低这样子 那我们这样简单的粉纳笔推画 就可以用这样子来玩 我们这样就完成了 粉纳笔推画的特色 有别与一般画笔技法 简单易学容易上手 作品亮丽缤纷 妆框后可于桌面或墙面布置 美化居家环境 也可以将作品拍照 做成早安图片 分享亲朋好友 更可以做成美美的阅历哦 富有创意的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永远夏日待在家 让我们一起当个益宅家 给我们的轮型 夜生卷 我们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